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 晃野之喜 中文版,我是魏惟 昨天我們得到了這個雷鳴頭盔 超酷的雷鳴頭盔 雷鳴頭盔可以幹嘛?防雷擊 以後你被雷打到都沒有問題 可以拿這個 這個導電的武器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拿到這個雷鳴頭盔的話 我們可以去巨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是這樣 你可以到這邊 傳送自己到大概到 等我看一下,大概到這邊 到這個骷魯頭這邊 骷魯池塘這邊 如果你到這邊的話 大概在這個附近 會有很多怪 他們會射炸彈箭 你就可以到這邊去收集他們的炸彈箭 比方說我傳送到自己到這邊 好,炸彈進來這個地方 這邊在骷魯池塘這邊 那我來到對岸去 在這個有個樹這邊 大家看到有個樹這邊 這邊就有很多炸彈箭 那我們就飛過去 讓我換這個爬山的衣服 讓我換這個爬山的衣服 好,我們的目的地到了 在這邊 這邊,這邊的怪喔 他們有炸彈箭 他們看到你以後 就會向你發射出炸彈箭喔 這樣子 那 這個地方喔 在哪裡呢 在這邊 這樣 這個地方的地形很特殊喔 這地方喔 常常會下雨 你知道嗎 這地方常常會下雨 不僅下雨還會打雷 所以你可以來這個地方 它如果 你看 開始下了 開始下了 有沒有 開始下了 然後有時候還會打雷 要開始打雷了 這樣子 那通常它射炸彈箭給你的時候 你都會被炸得很慘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的地形很特殊 他們就常常會射炸彈箭的時候 是下雨 當下雨的時候 尤其是下雨的時候 注意 一定要下雨的時候 來這個地方 他們射出來的炸彈箭就不會爆炸 因為會被雨交襲 所以這個時候 下雨的時候來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用炸彈箭射你就不會爆炸 你就可以撿他們的炸彈箭來用 你看像我現在的炸彈箭是122隻 好,那 那 我就來這邊 戴我的頭盔 防雷擊的頭盔 然後 戴我的這個 裝錯了 戴我這個 打仗的這個衣服 然後 我的頭盔 這樣 我就可以在這邊蒐集 很多很多的炸彈箭 那如果有雷打到我的話 我也不會怕 因為我有這個雷鳴頭盔 我來試試看喔 所以現在下雨了 那如果一切沒有問題的話 他打過來了劍 快點來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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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炸彈箭來了 我們開始撿人家的炸彈箭 他都不會爆炸 超好用的 就算被雷擊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在這邊狂撿這個炸彈箭 有時候是木劍 有時候是炸彈箭 這樣你撿了一段時間以後 發現 哇 他們發出來的劍 都已經沒有辦法 你都撿不到他們的劍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過一段時間再回來撿 這樣就可以拿到好多好多的炸彈箭 炸彈箭很有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以後碰到雷擊的時候 也沒有關係 雷鳴頭盔 帥吧 這樣今天就示範怎麼樣 用這個雷鳴頭盔 然後也怎麼樣拿到這個 很多很多的炸彈箭的方法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 我們下個短片再繼續玩 遊戲的進度 我們下個短片見 好嗎 來 來 我來 來 來 我們下個短片